这个男人到底是有多狠 只见他手持三叉戟 刹那间便手认了自己的哥哥 而更可怕的是 他面不改色 情绪上竟不带一丝的波动 就这样扬长而去 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一切竟发生在众神的世界里 而这个毫无感情的男人 正是海神波赛东 原来就在刚刚 他哥与他相对而坐 在这个长方形的谈判桌上 这气氛竟显得无比的压抑 而他哥阿托摩虚 找上他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取下宙斯的手机 就在前不久 年龄最末的宙斯 竟获得了最高的神威 而这一结果 自然会引起 包括老大哈迪斯等人的不满 可谁都没想到 这老二阿托摩虚 却率先采取了行动 在短时间内 他竟组织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他就带着无比的自信 来到了波赛东的面前 想要他加入自己的势力 可谁能想到 他等来的却是波赛东无情的面世 不错 波赛东就是如此的骄傲 他的一句神不群聚 神不依靠他人 更是凸显出他偏激的性格 而恼羞成怒的阿托摩虚 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发起了进攻 在一瞬间 他回想起眼前的这个弟弟 从小到大 从没拿正眼看过自己一次 可谁又能想到 他唯一一次被证实的时候 竟然是自己的最后一眼 引一个照面 就直接被波赛东手认 在对方的心里 他早已不是十三主神之一 因为他根本不配 也正因如此的骄傲 波赛东才拥有着众神之神的称号 可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就在今天 即将面对着一个区区人类的挑战 他带着自己无比的骄傲与傲慢 站在了竞技场上 而人类的命运之战 一触即发 如果你发现 无论你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 都会被敌人一击必杀的话 你还敢不敢上 而左左目小次郎 则选择直接坐在地上 就在刚刚 他在脑海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歪歪 可面对波赛东这众神之神 无论他怎么做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席内 可即便如此 这女武神幻化的武器 已经拿在了手中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要不上 这老脸还要不要了 可就在这时 波赛东去率先发起了进攻 面对如此密集的平A 左左目 凭借被揍多年的经验 竟全部躲过 而就在刚刚波赛东全部的动作 全在他的脑海中模拟完成 而他的这一招前手无双 似乎激怒了海神波赛东 你区区一蝼蚁 竟敢在场上与我比肩 我看你如何预测我的下一次攻击 说完他手之长级 直接冲了上去 而此刻 左左目却愣在当场 因为他发现 这一击 他根本无法预测 而波赛东的这一举动 就是想要告诉他 你在我眼里 如同蝼蚁一般 神的力量 你根本无法触击 面对这种情况 左左目竟发现自己毫无办法 而更糟糕的是 波赛东的攻击并未结束 这漫天的平A 如雨点般打向左左目 也就在这一刻 他才发现 神的力量 如同大海一般 深不见底 而多年失败的经历 并没有让他轻易的放弃 就在最后一刻 他终于抓住了机会 发起了反击 一招眼流虎切 直接向波赛东的脑袋砍去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因为波赛东 不但躲过了他的攻击 而且还将女武神 混化的五十刀直接斩断 这无疑对左左目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难道人类阵营又要输了吗 而偷偷躲起来 修炼了几百年的左左目 还能否逆风翻盘